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警訊女主持梁浩宇近日被調離工作崗位 主持一職由藝園張繼聰的弟弟張繼安接任 今天有消息傳出 原來這位女警在前日已經遞交了辭職信 將會在一個月以後離開香港警隊 因什麼解救這位女警是會劈砲不幹呢? 事源在微博上 有人自稱是這位女主持的同袍 圖文並茂地批評她的言行 包括指控她在Facebook上留了一些辱華言論 以及點讚了一個叫做香港黑警HKPOPO的Facebook專頁 說她這些行為是有辱警隊的聲譽 更加發起要集體去信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將這名女主持梁浩宇隔職 後來網上傳言滿天飛 直至昨天梁浩宇就在她個人的Instagram上公佈了離職消息 而且還上載了一張和狗隻的合照 她就說很多人問離開以後她會去做什麼呢? 她就主要做一些和動物有關的工作 比如說做動物義工 至於警察方面又有什麼回覆呢? 警察就說不會評論個別人員的調職 但是強調警員雖然享有權利和自由 警隊仍然會重視警員使用社交媒體的行為 並且已經發出指引 提醒警員使用社交媒體的責任 這個女警我當然要恭喜她 雖然還未搞清楚到底她是不是氣暗投明 但是她不再做警察的話 起碼她走出來的社會當中就可以抬起頭做人 不用再和香港警察同流合污 看看資料 原來這位梁浩宇女警 在樹仁大學的新聞與傳播學系畢業 加入警隊以前還做過亞時記者 近年主力擔任警訊主持 現在你這樣變相被人在內部迫害 更加之好聲明大震 而且以你的學歷根本上都大把世界 用不著做警察才行 早走早著這些工作崗位 根據我在網上的觀察 大部分市民就著這個女警離職事件 都是比好評和感到高興 反映得出警察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 仍然處於極其負面的狀態 眾言近日有些民調顯示 市民對警察的反感程度有所下跌 但我相信這只是技術性調整 再加上目前處於疫症高峰時期 市民外出的機會都減少了 一旦疫症過後 市民重新蒲頭的時候 警察又會繼續打壓人民 到其時市民對警察的反感程度 又會因應上升 此外我看到網上 有人批評這個女主持的辭職 到底他們怎樣說呢 第一點就是 有些人質疑 你這名女主持 現在才辭職? 你遲不遲些? 自從去年六月至今 都已經十個多月了 現在才辭職 擺明就不是良心發現 擺明就不是氣暗透明 而是燒到埋身才辭職 所以你不是白警 第二個論點就是 你這名女主持的老公 還在做警察 那你哪算得上白警 第三點就是 你這名女主持 說的言論 也算不上是黃絲 純粹是讚好香港黑警 香港泡泡 這也算是黃嗎? 我想回應這些人的質疑 實際上這名女主持 她是否黃絲 或者是否白警 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大家搞錯了重點 她是不是白警 是不是黃絲 你可以各自表述 各自去詮釋 因為大家都不會想到她的答案 因為大家都不是 這位女警肚裡的蟲 但大家也無需去深究 反而重點應該落在 警隊內部開始出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那群警察之間 大家開始鬥男 甚至乎鬥紅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是絕對好事 這樣就會加劇了她們的內部分化和矛盾 好像今次這件事件 這名梁浩宇 她就被人放上微博 其實就說她的政治立場有問題 她偏黃 她讚好一個她不應該讚好的專業 今次她們就在這裡批判了一些偏黃的人 好了 這個風氣絕對不會就此罷休 搞得這些文革式的篤灰 只會越篤越深 好了 今天就篤這個人偏黃 明天篤到沒有東西篤 就開始篤那些不肯表態的人 就說你沉默不語 到底是不是暗王 連不表態的自由都沒有了 最後就篤什麼人 大家鬥男 哪一個淺男的 哪一個不落足鞋子擦鞋的 就篤那個 實情他們搞這些篤灰 都不是真正為了愛國 只不過就打著愛國的名號 打著政治正確的名號 來滿足自己的私人慾望 實情這些事情文革以前都發生過 在公司裡頭就有一些叫做辦公室的政治 在你這個警隊裡頭 一樣會發生這些事情 只不過就假借著愛國的名號 來左篤右篤 實情可能真實的原因就是 我看你這個梁浩元不順眼很久了 現在終於被我找到蛛絲馬跡了 就說你like了這個香港popo的專業了 還不讓我整股你 還不讓我整股你 還不讓我整個結的你嘆 這個可能才是真實的原因 又或者在工作崗位上面 這個死人上司整天都處處針對著我 好 我就周圍去刮你的資料 看看你周圍的社交網站 Facebook 警察好像用微信的 微信的朋友圈 或者是微博那裡 有沒有說出一些政治不正確的事情 有沒有說出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情 有沒有說出一些不夠愛國的事情 一有的話就留下它 又督灰 根本上這些就是文革的基因 就是文革的氛圍 這些事情越玩下去只會越踩越深 這些事情就泥足深陷了 好像鬼蚊腳一樣 為什麼 因為一旦這個機制運作得很閒熟的時候 它就不能停下來 既然今天你可以就著這個梁浩如說 他讚好這個香港popo的專業 就可以說調他職了 那下一次又會到誰呢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絕對是好事 我們應該用這個角度來看才行 你又不要理他 說什麼黃黃絲 白不白景 我根本都不在乎 這件事 而且這件事又反映得出 如果要完全統一思想的話 是極其霸道的行為 就算你每個月出三四皮 甚至五皮的糧 給這些人 他未必會頂得上 因為香港始終如一 就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如果從小到大都處於一個極權的社會 他反而就沒有這種煩惱 因為從小到大都被人洗腦 所以自由意志就很重要了 你要迫在整個工作單位裡頭 所有的人去信奉同一套價值觀 而且要絲毫無偏差的話 是很困難的 國學大師陳仁闊先生說過 他的自學理念就是 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好 我就不敢判斷 這名女警到底是否擁有獨立之精神 自由思思想這麼高的層次 但是來說 他在這個抉擇時刻 他就被警隊 基本上從警訊節目當中雪藏 切換主持這個職務 他就在這個抉擇時刻 抽身離去 站起來 他就沒有為了五斗米折腰 沒有為了糧米折腰 這是客觀事實 可能這又跟他本身擁有大專學力有關 若然他只不過是拿著一張偽進文憑畢業 他還跑去哪裏 天大地大 他都沒得選擇 警隊已經是這班傢伙最好的歸宿 但是這名女警又不是 他有學歷 即是告訴大家 只是這塊錢本身 就不可以足夠統一思想 在去年 警務人員非預知的離職有446人 當然在35,700人當中 只不過是佔了百分之一 只是多一點 但是已經比去年的同期 升了差不多四成 即是這446人 即是這446人 就算他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穩定的收入 穩定的福利也好 他可能就看不過眼 或者自己的良師過意不去 所以他就作性離職 不做你這個警察 所以如果他們繼續加深內部矛盾 繼續互相篤灰 互相鬥男的話 絕對是一件好事 我又覺得不需要那麼多陰謀論 就說 這班人離職 純粹找笨 騙那些手足 哄那些手足 說了些真相 給他們聽 那些手足才沒有那麼白癡 對吧 誰告訴你 離職的警務人員 就一定可信 只不過你樂見 離職的數字 不斷上升 對吧 大家要看到這個客觀效果 至於其他那些煲沒有米粥 陰謀論 我覺得是不可取的 最重要的是他們繼續鬥男 有得他狗咬狗咬就最好 市民就隔岸觀火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